哈利路亚 上帝是如此地爱着我们 上帝是多么多么地爱着我们 上帝为什么如此地爱着我们呢 因为上帝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正是按照上帝的模样创造了我们 而这位上帝正是爱 上帝本身就是爱 愿意说四章八节 当我们不相爱 不彼此相爱 或者说 不爱人如己的时候 是不会认识上帝的 今天正是因为上帝如此地爱着我们 上帝是这样地爱着我们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题目到前十六章九节 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 总会遇到困难 凡是依靠自己的时候 总会遇见网络 总会陷入网络里 大家知道在中国有句成语 叫解草报恩 这故事大家都有听说过吗 一个人为了报答恩 然后呢 能做到的只有什么呢 虽然什么都做不到 能把下面好多草 结出一根结来 然后呢 绊倒您的仇底 然后呢 就结草报恩了 就以这种方式来报恩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题目太前书六章九节 一二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阿们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凡是靠自己 依靠我的能力 依靠我自己的时候 总会遇到试探 总会陷入网络 而我们人始终如同动物一样的时候呢 总爱自我 依靠自己 即将面临死亡了 还要靠自己 全靠自己 就比如说辛辛苦苦 做好了一桌饭 结果呢 当靠自己的时候 这桌饭全掀开了 全倒了 然后粉碎了很多玻璃渣子 那因为我的缘故 粉碎成这么多玻璃渣子呢 不仅刺痛了自己 还让身边的人 路过的人都踩到脚里 上帝说 凡是靠自己 依靠自己的时候 一定会辛苦受累的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六十七节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六十七节 在这世上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都会打一一九 那么六十七节 正是说 年过六十了 还不肯听上帝的话语吗 六十七节 所以我们趁早地来听主的话语 来听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吧 真言是七章二十二节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心灵的喜乐 是补药中的良药 我们在信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生活是要常常喜乐的 帝塞 我内心属于魔鬼 然后呢 光靠着理论来笑 内心带着魔鬼 然后呢 还带着好的职份 内心装着魔鬼 然后呢 还要带着职份来做事 然后呢 假惺惺的装模作样的脸上在笑 或者说 想通过一些音乐啊 或者是那种交响曲啊 来得到安稳 而这最根本的原因是 我的内心要获得医治 我的心灵要得到医治 我们心灵没有得到医治的话 就像 醋和苏打 搅合在一起了 在这世上有很多交响乐曲啊 有各种各样的名曲 那这种再好的曲子 能医治我们的心灵吗 不是的 只有基督的宝血 能医治我们的心灵 大家知道 醋加上这个苏打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回到家 大家可以试一下 苏打里面加点醋的话 就变成中和了 什么都不是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啊 甚至上帝告诉我们 真言二十五章二十节 心灵 心灵 受伤的时候 听音乐 反而会让内心更刺痛 我们内心的 我们找一下真言二章十节 上帝赐予我们的知识 使我的心灵得到喜乐 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是能去天国的智慧与知识 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进入到我心灵里 这时候 上帝的知识 使我的灵和魂喜乐起来 真言二章十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智慧必入你心 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 阿们 这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是进入到我们心灵的 这上帝的智慧与知识 进入到我们心灵了 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进入到我心灵里了 这时候才能领受上帝的知识 上帝的知识 进入到我心灵里了 使我的心灵喜乐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四阶段悔改 一定要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使我们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知识 这时候才能喜乐 心灵的喜乐 大家知道 如果有一头牛在笑 我们就说 这头牛是不是疯了 比如说一只狗在笑 我们就觉得 这不可能 狗怎么能笑呢 是不是有问题了 停不在后书三章十五节 我内心拥有信心 而且还要获得智慧 真言九章十节 当我们敬畏耶和华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智慧 当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坚持不断地 靠着基督的宝血 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智慧 我们领受了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知识 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使我的灵喜乐 而这一切 全要靠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的时候 正是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我们找一下真言一章七节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敬畏耶和华吧 我们敬畏耶和华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智慧与知识 而当今的教会 从来不做四阶段悔改 从来没有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好多人说 自己的疾病得到医治了 诗篇103篇三节 我的罪恶没有得到赦免 光疾病得到医治了吗 这是魔鬼的作怪耶 诗篇103篇三节 当今有很多假教徒 并没有靠着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这时候是得不到智慧与知识的 为什么好多人 来到教会很久 成了牧师长老 而脸色却是僵硬着的 是硬邦邦的 圣经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看一个人 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的眼睛 总是有邪 总是爱邪眼看人 说明我心里歪曲 我是恶人 我才会用邪眼看人 不正直的定睛看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行为 就能看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了 什么是骄傲呢 我们离开了上帝的话语 就成了骄傲的 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五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真言一章七节一二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欲望人 藐视智慧和训悔 阿们 敬畏耶和华的 正是做四阶段悔改的 正是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 洗罪 直到使自我完全死去 正是使我的内心成为一条心 走一条路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这正是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正是知识的开端啊 好多人说有笑容吧 有笑容就能得福 这笑容是分为两种的 上帝赐予我们的笑容 是靠着上帝的知识 上帝的知识 才是我们心灵中 补药中的良药 是使我们拥有喜乐的 那么在这世上 有好多是喜剧演员呀 有很多是笑心 而往往喜剧演员 身患疾病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内心都是属魔鬼的 内心装满了担心和忧愁 一点都不高兴 开心不起来 但是为了让别人笑 就强迫演戏 用演戏来装来 逗别人乐 结果呢 心里就更刺痛 更受伤了 大家知道 在这世上 我们好多是做医生的 加勒泰书四章十六节 当我们讲实话的时候 对方就把我当成仇敌 所以我们无论和什么样的相处 我们求上帝赐予我们智慧 求上帝赐予我们智慧 使我们懂得 如何和身边的人一起相处 大家知道很奇怪 很是神奇 非常神奇 我面对一对夫妇 您最不喜欢的是谁 您最不喜欢的人是谁 您的儿女就会像这个人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六节 上帝说 我们的仇人就是自家人 我不足的普通 我屏幕是观察了 我家的亲戚 我家的亲戚 这对夫妻 生下的孩子 肯定像某某某 因为这对夫妻 就不饶恕这某某某 结果他的孩子 生下来就会像这个人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 我们要看 我们看待这世界 面对所有人都要懂得 这是我的镜子 是我的见解 有时候 有时候问一个人 您不能饶恕谁呢 您还没有饶恕谁 无论是亲戚朋友 还是周里之间 总有不饶恕 总有心里坎 坎 总有心里这个坎 没有放下的人 我最不喜欢谁 我最恨谁 结果呢 我的孩子 就跟他变得一模一样了 好多人说 哎呦 我家孩子怎么这么的讨厌 甚至说 曾经我的初恋 我的初恋是某某某 我总是放不下 忘不掉 结果我的孩子 跟这个初恋的人 变得一模一样 长得也像 性格也像 哎呦 我想想我的初恋 真的是好怀恨 好讨厌呀 但是我家孩子 怎么跟他一模一样呢 怎么跟他那么像呢 马太平十章三十六节 上帝告诉我们 仇人就是自家人 我们今天 上帝要赐予我们智慧与知识 那么首先我们要饶恕他人 我们要饶恕他人 我们全要饶恕 才能得救恩 马太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首先要饶恕身边的人 我们才能得到饶恕 我们才能得到饶恕 也能得到救恩 有时候 一个人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心里总是看着这个人就不舒服 总是不喜欢这个人 生命纪二十八章二十节 正是因为我们曾经所犯的罪过 自己全忘记了 然后 当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 发现 我家孩子也不像我 也不像我家丈夫 也不像他的爷爷奶奶 这到底像谁呢 我琢磨来琢磨去 我发现 特别像曾经 我最不喜欢的那个某某某 从而让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罪过了 不要责怪儿女 不要指责儿女 赶紧饶恕吧 今天认罪悔改吧 今天靠着基督的保险来认罪 坦白共认自身的罪过 求主饶恕我的罪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智慧与知识 使我的心灵喜乐 使我获得这喜乐 大家有时候 妻子看自己的儿女像谁 但是丈夫看这个儿女又像其他人 提多书一章十五节 我心里存什么样的心 我看着就像什么 这孩子就一个孩子 但是有时候看这个孩子像谁 有时候看这个孩子又像其他人 我心里存什么心 这时候我看这个人就像什么人 这都是因为我心里的恨没有解开 这都是因为我心里还怀着恨 不饶恕 好多人说这孩子是我生下来的 却忘记这孩子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产业 好多人说我家孩子真的好讨厌 不想跟他过一起了 就比如说生了很多孩子 但是这 生了这么多孩子 都是我家孩子 但是看哪个孩子 又这个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了 正是因为我心里有罪恶的时候 我心里的恨没有解开 我心里不饶恕的时候 我就看谁不舒服 我就看着怎么不舒服 上帝的话语是最精确的 而且告诉我们一切了 不足的仆人我朴牧师 有时候祷告 默想上帝话语的时候呢 本来是要记忆下来 领受上帝的话语的 但是突然 就有感动 某个信徒的脸浮现在我眼前 然后我都能把这个信徒的脸画出来 正是因为这个信徒心里 现在哪种恨没有解开 比如说我们曾经被一条蛇咬了 那么看见绳子的话 就会一惊一吓的 哎哟 就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嘛 我们心里曾经有什么样的伤痛 心灵曾经有什么样的刺痛 那么稍微遇到相同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一惊一乍 吓一跳 我们看一个人 有时候我看这个人就是特别不舒服 有时候我看这个人 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开心 那分明是 两个人之间有相同的罪恶的时候呢 就看着一惊一乍的 我们认罪悔改吧 全饶恕了 全饶恕的时候 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这是 这时我心灵是坦然无惧的 看着什么都不会一惊一乍 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全部都是属于谁的呢 罗马书十四章六七八节 我们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 这一切全都属于上帝 全都是属于上帝的 而我们呢总是特别自我 总觉得这一切是我的 总觉得要靠自己 结果走向败坏 结果走向了失败 来到教会 而始终不开心吗 脸上始终没有笑容吗 这时候疾病得不到医治的 遇到事情也得不到解决 不足的仆人我屏幕是 每当站在这台前的时候 一定是要受上帝的引导 获得圣灵的引导来讲道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们心灵要么是喜乐 要么是担心忧愁 我们心灵分为两种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们内心要么是装满了担心 要么是装满了喜乐 我内心的喜乐是补药中的良药 是最好的 因为灵魂兴盛的时候 凡事才亨通 灵魂兴盛的时候身体才健康 约三说二节 好多人说 听了朴牧师的讲道 疾病就得到了医治 癌症就得到了医治 好多人从海外打电话来报消息 这不是我朴牧师做的 这是上帝的话语 有能力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 上帝的话语 无论是什么样的话语 都是有能力 都是带着能力的 上帝的话语是行着意识 是有能力的 是活着的 我们呼喊阿门 就比如说 我们喝人参 喝了人参 一定会有力气 一定是补气 而这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马太费四章四节 所以马太费六章十节 我们每天日用的粮食 我们每天日用的粮食是什么 这日用的粮食 不是我们肉体吃的饭 我们以为这日用的粮食是一天三顿饭餐 而这日用的粮食是我们每天吃的上帝的话语 诗篇五十五章 十七节 每天吃三顿饭是要吃灵力的粮食 这上帝的话语我们每天要领受至少三次 早晨白天晚上 我们要向主认罪悔改 然后再向耶和华恳求 我们釜山第一教会就是每天有成功礼拜 白天的时候师母会带领大家认罪祷告 照着上帝的话语我们每天至少要来吃三次灵力的粮食 正是上帝的话语啊 这时候我们能领受上帝的话语获得健康 上帝的话语 帖萨阿罗那家前书二章十三节 我们内心有信心的时候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地以能力显现出来 我们呼喊阿门来领受这一用许 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 我们一起找一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 我们内心没有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是没有信心的 我们离开了信心 我们离开了上帝的话语就是骄傲的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 因为他所拆来的你们不信 阿门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 因为他所拆来的你们不信 阿门 这上帝的话语如果没有记住到我们心灵里 这时候是没有信心的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一定要来吃上帝的话语呢 因为上帝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有喜乐 我们内心要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我们才能有心灵的喜乐 真言一章七节 当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向耶和华认罪 悔改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智慧与知识 真言二章十节 上帝的知识使我的心灵喜乐 上帝的知识正是不要中的良药 我内心有上帝话语的时候才是有信心 而当我的内心没有上帝话语了 或者说我藐视上帝的话语 看不上上帝的话语 瞧不起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就会有魔鬼进入到我们心灵 哎呦牧师啊真的吗 真有这么回事吗 我们找一下撒摩尔记上 十六章十四节 所有的魔鬼也是由耶和华来主宰的 当我们丢弃话语 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 当我们藐视圣经话语的时候 上帝就会把魔鬼放进我们心里 撒摩尔记上十六章十四节 这在韩语圣经第几页呢 有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 想背诵一些功课 但是想背也背不好 有时候呢不冷不热的 启示录三章十五节 大家知道不冷不热都是要背吐出来的 为什么最近总是背离职呢 为什么请您回家看孩子 不再让您来上班了 你看您在单位的表现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总是表现得不冷不热的 这时候就要提前下班 就要被请回家 就是被炒鱿鱼了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心灵的喜乐 正是使我的灵魂兴盛起来 一定要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得到救恩 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去天国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上帝的智慧的话 是无法去天国的 而这智慧是分为两种的 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 而上帝的知识 使我的心灵喜乐起来 上帝的知识 使我的灵魂兴盛 而如果我们没有获得上帝的知识的话呢 脸上是没有笑容 脸上总是生硬 硬邦邦地僵硬着 我们今天要认识到 如果我内心装满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吗 如果我内心没有上帝的话语的话 如果没有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就是装满了魔鬼 撒摩尔记上十六章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 好多人说 世上哪里有魔鬼吗 耶和华把恶魔恶鬼 全会放到人的心里 当我们内心不服侍圣灵的时候 我内心不属于上帝的时候 上帝耶和华就会把魔鬼放到你的心里 什么是谦虚 什么是骄傲 我内心有上帝话语的时候是谦虚的 我内心丢掉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是骄傲的 好多人看似特别恶于奉承 好像特别谦虚特别会装 但是内心不属于上帝话语的时候 都是属于骄傲的 耶和华为什么离开扫罗了 耶和华曾经高扫罗 而耶和华离开了扫罗 把恶魔放进扫罗的心 为什么呢 我们读一下三门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 三门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 往前翻一页就是了 三门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 我内心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是属于骄傲的 再怎么装模作样的谦虚 还是属于骄傲的 三门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完粉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阿们 上帝告诉我们 这上帝的话语正是我们的粮食 而且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每天都要吃上帝的话语 如果每天不吃上帝的话语就会死 上帝的话语 不信就是在犯罪了 上帝的话语不顺从 就是在犯罪了 因为当上帝的话语离开我们的内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属魔鬼 上帝就会把魔鬼放进我心里 当我们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离开上帝的话语 丢弃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会把魔鬼放进我们的心里 所以如果我内心不抓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骄傲的 成了骄傲的人是与上帝作对 只有死路一条 彼得前是五章五节 好多人遇到交通事故突然刻死在外 这都是因为骄傲 内心没有存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每天一定要吃三次上帝的话语 每天至少要吃三次上帝的话语 而当今好多牧师 好多教会 并没有做到每天至少吃三次上帝的话语 而我们的教会 每天有成功礼拜 白天 有师母来带领认罪悔改 然后晚上 也有礼拜 我们每天要抓靠上帝的话语 因为我内心 不抓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有魔鬼进来了 大家要认清楚 我们始终要认识到 我内心到底装满了什么 我内心是属于上帝的话语呢 还是属魔鬼呢 我内心 有没有抓靠上帝的话语呢 哪怕是牧师 如果没有抓靠上帝的话语的话 也是属魔鬼的 而这上帝的话语不是用头脑来背诵的 如果我们用头脑背诵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自己害死自己了 真言二十六章九卷 好多人背诵圣经话语 结果变疯了 今生病医院了 所以我们是要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奥秘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真心的忏悔认罪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使我的罪得到赦免了 这时候是站在磐石上 这时候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 是赶走一期的恶魔恶鬼 使我们的内心拥有喜乐 好多人说 我来逗别人乐子吧 好多人内心装满了魔鬼 然后嘴上讲好听的话 给别人乐子 这都是属魔鬼的 那都是在属魔鬼啊 反而会遭受灾难与咒诅的 好多人脸上笑 但是心里 真的是像刀脚痛一样 那么的痛 为什么上帝让我们不停地祷告 上帝为什么说上帝的话语 就是我们这种的粮食呢 我们真的要呼唤阿门 如果我们丢弃话语 如果我们离开上帝的话语 就会属魔鬼 而我们内心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 耶和华的灵 正是基督的灵 进入到我们心灵 是我们的内心服侍圣灵 罗马书八章九节 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做 做这方面的训练 就是以福所书一章十三节 我们持续不断地做四季段悔改 正是从灭亡的处理脱离出来 认识到自身的罪过了 靠着上帝的奥秘 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了 不停地认罪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这时候再听上帝的话语 得救恩的这真理的话语 正是福音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直到拥有信心为止 获得了信心 我们获得了信心之后 才能建立德行 才能行善事 我内心没有信心的时候 所做的一切 反而是添辱上帝的名 辱骂上帝的名声了 罗马书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所以一定是先获得信心的礼物 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正是我持续不断地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依靠着上帝的话语 获得了信心的礼物 依靠着上帝的话语 建立德行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知识 做了四季段悔改 上帝赐予我们知识 这时候靠着上帝的知识 我们懂得忍耐 我们也能懂得节制 这才是虔诚圣洁的人 上帝只拣选虔诚圣洁的人 罗马书十一章七节 四季段悔改 基督正是忍耐 帖撒罗伦家后书三章五节 上帝拣选 懂得忍耐的人 在基督里学会忍耐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才蒙上帝的拣选诗篇四篇三节 这时候才能明白在基督里 到底谁是我的父母 到底谁是我的亲兄弟 亲姐妹呢 我们找一下马可福音三章 我们以为我的家人 我的家族就是属于我的父母 我的亲兄弟吗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六节 上帝说仇人是自家人 自家人正是仇敌 哪怕是亲兄弟 双胞胎 关系也不和睦 我们要在基督里 做四季段悔改 我能真切地 真心地 悔改对方的罪是我的罪 我 只有获得智慧与知识的人 从上帝那里获得智慧与知识的人 才能尽孝心 对父母是恭敬的 真言二十九章三节 到底谁是我的父母 到底谁是我的弟兄姐妹 加拉台书六章九到十节 上帝说先帮 先帮谁呢 先帮遵循上帝旨意的人 先帮助主内的弟兄姊妹 到底什么是富有呢 有吃的 有钱了 就是富有了吗 好多人 传道书六章一节 大家可以读一下 在这世上 活了很长时间 但是呢 却是很是煎熬痛苦的 有很多财富 但是心里却是很痛心的 那么这时候 连一个 还不如不出生在这世上呢 那么在这世上 有很多人内心是很是痛苦的 传道书四章一节 我们帮一个人的时候 要先求上帝的许可 不是按照我的想法来随便帮的 耶稣来到这世上并没有说 我们要懂得如何帮身边的人 到底怎样帮呢 马可分三章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阿们 上帝的旨意 正是做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奥秘 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遵循上帝旨意的 才是我的父母 才是我的弟兄姐妹 这是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 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世上 为了得一个父母的财产 然后呢 亲兄弟之间 经常吵起来 甚至还要上诉 哪怕我的母亲 有一个戒指 心里都相互惦记 这戒指要轮到谁的家里 父母很贫穷的时候 兄弟姐妹之间 好像没什么怨言了 大家知道 一条狗或者是好多狗 为了吃的就会吵 互相互养 上帝今天告诉我们 什么是喜乐呢 上帝的智慧知识是喜乐 而当我们内心 我们内心如果不抓 靠上帝的话语 甚至离开上帝的话语 丢弃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就会把魔鬼 放到我们心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 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需要基督的保险 我们需要基督的保险 来洗罪认罪 约恩一书三章八节 因为有罪的地方 就有魔鬼附着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自身的罪过 使上帝的话语 记录到我们心灵里 这时候我们身体也健康 魔鬼不会来扰乱我们 这才是真实的喜乐 这才是真实的喜乐 是真实的笑容 这上帝赐予我们的喜乐 才是补药中的良药 使我们能去天国 使我们的灵魂兴盛 使我们的儿女越来越好 使我们的儿女也越来越好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一天至少吃三次 上这道话语吧 所以不足的仆人 我经常劝勉大家 相关自己需要认罪悔改的内容 都写下来贴在墙上 这样至少每一天默想三次 有些信就说 牧师啊 我一天太忙太忙了 没有时间悔改三次啊 大家知道有时候 我们开车的时候 也能认罪悔改呀 千万不能离开上帝的话语 当我们离开了上帝的话语 就是骄傲的 不仅骄傲 而且还会把恶魔恶鬼 放到我们心里来 上帝的话语 才是我们日用的粮食 我们要不停地 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不停地 要靠着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保险来 洗罪认罪 这时候心灵是喜乐的 内心喜乐充满的时候 就是不要种的良药 我们再回到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们的师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大家 爱大家每位信徒 爱是唯一的 这大家都知道吗 爱为什么是唯一的呢 爱只有一个 在这世上 属魔鬼的人也能说 哎呦 爱是唯一的 爱只有一个 而为什么说爱是唯一 是一个呢 因为上帝是一位 所以这爱是一个 上帝的爱才是真爱 动物 我们人 在这世上 我们世俗的爱是属于情 我们人所讲的这个情 情是属于动物的 我们在家养狗 养动物的时候 每养一年就就开始舍不得了 这舍不得的这种情 这都是属于动物的情 情是属于动物的 情不叫爱 而这种情 人情呢 是自己害死自己的 真言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为什么说在这世上 相爱了 恋爱了之后呢 就开始流泪 心痛呢 因为我们的人情 都是害死自己的 人的爱 人的爱是让我们合一的 是幸福的 是满足的 是我们喜乐充满的 是补药中的良药 我们今天要来领受的是上帝的爱 这才是真爱 我们呼唤安门 在这世上 一个人再怎么高尚 听实话了 反而会排斥 不听 不喜乐 而最终领受了之后呢 一定会懂得感恩 感谢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今天来到主面前 听了这讲道 听了这四阶段悔改的讲道了之后呢 大家吃了上帝的话语 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不足的普通 我屏幕是站在这里 看大家每个人的脸 脸上都是泛红色 而且是闪亮闪亮的 后排的人 还是前排的人 真的是蒙上帝的恩典 我的视力是受保护的 哎呦 闪亮的就发光的呦 我这眼睛都睁不开了 大家的脸上都是闪亮闪亮的 唱诗班的信徒们 大家都看到了 是不是现在脸上都泛红色的光 都是闪亮着的 因为我们心灵喜乐了 脸色就有光了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允许啊 今天我们要吃补药 正是受到灵魂兴盛起来 这时候在这世上 一切都是亨通顺利 而且其次还能得到健康 这时候是我的子孙 千万代领受这好的祝福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祝福 我们在不经意之间 已经领受了这么好的祝福 吃了这么多话语 这时候疾病得到医治 癌症得到医治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阿们 我们心里要么是担心忧愁 要么是喜乐 圣灵降在我心里了 是赐予我赢气的喜乐 而我内心没有圣灵的时候 就是属于恶魔恶鬼 是担心忧愁的 好多人来到教会 反而担心忧愁 有些信徒就说了 哎呦牧师啊 您突然讲到担心 我心里还真的担心起来了 还真有忧愁了 我内心的担心忧愁 全交给谁 全交给主 全卸下来给主 菲利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一无挂虑 全交给主 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我们坦白共认 内心的担忧忧愁 求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恳求主耶和华的时候 这时候耶和华吩咐于 使约拿吐在汉地上 真切的圈 大家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啊 您实在是真好 我父 您赐予我们如此庞大的爱 使我们的灵魂兴盛 使我们凡事哄通 使我们的身体获得健康 民书记十四章十八节 我父使我们的子孙千万代 领受这上帝的祝福 我父啊 求我父使我们每个信徒 今天来领受这好的祝福 而我们内心始终有担心和忧愁 求主使我们 趁早地依靠着基督的保险 把内心的担心忧愁全交给主 使我们依靠上帝的知识 使我的内心获得喜乐 使我们吃上帝的话语 只有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补药中的 无论是癌症还是 还是艾斯疾病 全能者我父 您赐予我们的允许是 耶和华是医治的 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疾病的 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 求我父使我们领受 这一切的允许 我们的儿女在辛苦中 在煎熬中 在痛苦吗 主啊 在座的各位所有的信徒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首先要认罪悔改 我就是罪人 因我的罪把罪恶留给了儿女 今天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使我们敬畏上帝 把好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儿女 请接着为所限的感谢金 做祝福祷告 因顺从上帝的话语 把心意交给上帝 我父上帝 您告诉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才是真的信心 才是活的信心 当我们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是有奇迹发生的 彼得前书一章二节 我主啊 十一分之一 这本身是属于您我父的 我们把这十分之一 属于您的全交给您 求主为我们开启窗户 求主为我们开启天国的窗户 使我们领受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领受 上帝的祝福 我父啊 为了主的圣殿 所限的建筑礼金 在这心意上 求主赐予我们 与上帝同行的祝福 使我们的家族在生活中荣耀上帝 我父啊 当我们凡事感恩感谢 每件事情上 我们只认定耶和上帝 求靠主的引导 当我们求靠主的引导的时候 主赐予我们幸福与满足 主啊 求主赐予我们每个家庭 主啊 不求名 不求光 只来默默地侍奉 服侍的这心意上 我父 您全都知道 我们相信 唯独主赐予我们祝福 主补偿我们这一切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阿们